张怡这个年轻人本性不是坏的,只不过自此聪明的心高气傲,而且尤其他以前在河西那时,自小因为学习学得快,又博文强机,令很多教他的老师都很尴尬,因为自己的学问都没办法应付到这个环堂。 很多老师最多教究一个月,就已经被张怡问回头,问到口咬咬,哎,满面羞蚱,就即时落荒而走。 就算现在来到了天子的太学里面,那个号称天下第一的琴师,在张怡的心里面,早就已经有了一个天下之大,但是有哪个才华可以盖得过我呢? 这样的想法,怎样今天这个算命老人,和那个苏秦算命,居然说他这个漏口仔可以观置兴赏? 张怡的心怎么会愤弃啊? 即时走出来,要揭穿这个骄人钱的算命老鬼的脑底,他要这个有两堂百眉的算命老人,算下自己和苏秦近日的和服, 免得你还说过去未来这么遥转的事情,哄鬼吃豆腐吗? 那个白眉老人呢,这次连默博都没回答他,只是笑一笑说,苏秦在这个月内,会遇到个人生一大喜事, 而你呢,就会遇到你人生一件非常悲痛的事。 张怡一听就越发火滚了,什么话?我有大悲,他有大喜? 嘿嘿,各位,你说天下间人哪有这么巧的了? 你简直是信口胡言,你只不过想赚回两个铜钱而已嘛,我根本就不信。 鬼谷子又看出他一眼,信不信,都是命该如此的了,客官,你自贬啊。 说完之后呢,又要眉上眼睛,张怡一声,大声的嘛。 慢着,老先生,你不要眉上眼睛,我问你了,如果一个月之内,你讲的吴灵厌,那应该怎样啊? 嗯,鬼谷子没有理他。 啊哈,是否呢,是否呢,大家看看,我早就知道他一派胡言,如果不是的话,为什么又不敢出声啊? 鬼谷子听到他这么说,嘴角微微一笑,依然眉上眼睛。 啊,年轻人,你既然不服气,我在这儿等你一个月就是了。 好啊,张怡另转头,向众人拱拱手啊,各位,大家一起做的精人,三十日之内,如果他的说话灵厌,万生呢,就回来这一树,向这位老先生连购三个响头,如果不靓啊, 哼哼,到时候,你的气氛就要被我抹下来的了。 那道童听到真是忍无可忍了,你够胆了,你够胆了,你够胆了,嘿嘿,大家看看,他怕了。 嘿嘿,嘿嘿,年轻人,只怕事到临头,你呢,就没今天这样的气概了。 嘿嘿,你这些说话,骗别人就行,骗我? 喂,我们一于君子一演,到时候,靓靓,就自有分晓。 说到这里,周围的人都一起鼓起奖来,拿了个这么大的彩,张怡当然高兴啦。 旁边,他想看下那个二公主姬雨,想看这位公主见到自己这么威,又有什么反应呢? 谁知道这个时候才发觉,原来姬雨一早就走了,张怡微微感到有一点失望,正想追上去。 谁知一睛眼 又见到苏秦 正向着街的另一边 走着过去 他的心一触 即时带上书筒 远远跟在苏秦后边 其实呢 苏秦托了整只米 才赚得那个铜钱 刚才给鬼谷纸 现在他的肚早就已经饿得咕咕叫 这个时候 已经将近黄昏 就来吃晚饭了 街上那些面摊啊 包摊啊 真是香气撲臂 那些摊主呢 又大声地招呼客人 是 好香的老肉面啊 好香的青菜面啊 各位客官 一碗面一个铜钱 大家快点来弄一碗吧 苏秦听到这些叫声啊 哎呀 肚子饿得更加辛苦 他停下脚步 看着那些 在四面走过来 坐到那时 乱吐叫 肚子饱地 去吃面吃包的时刻 吞了一袋口水 想离开 但他的脚又好似千斤那么重 他正想再吞一袋口水 然后就狠狠心离开的时候 忽然间被人鳍鳍的肩膊 苏秦刚才吞口水的样子,张儿祖就看得清清楚楚,他带着小小饥饿,说,喂,苏秦,我应该叫你苏公子,还是苏相,苏卿呢? 不如这样,叫你一声苏卿相,那什么都齐了,在下张儿,魏国人,张儿,见个卿相大人,说到这一句,他还很夸张地还了个礼,苏秦谷得面都红了,张公子,不,不,不,好开玩笑,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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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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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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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只不过,你贵为兴相,你怎么吃这么平民百姓吃的东西呢,吃点面都可以,以你兴相之尊,要去高雅场所吃饭才是的 转转头,章儿问自己的书童说,对了,你说附近有哪个地方,先陪苏兴相进去吃饭呢? 书童眨眨眼,回宵夜说,这里附近有一家叫万邦善馆,专门招待列国士臣,或者达官贵人的,在黄城之中,算是受屈一指的了 嗯,这个名字就趁我们苏兴相了,苏兴相啊,在下,现在就请你去万邦善馆,喝一杯 希望大人赏面啊,我,啊,我,呜,呜,呜,不要说不去啊,苏兴相,我是诚心相请,请大人赏面啊,算是在下赔罪好了 minority 가족们的赏面啊,QUE groom大人赏面啊,我,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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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羽,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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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而且看张儿的样子 真是不像在那里开玩笑 这才向他深深行着的礼 然后两个人 就入了万邦善馆之中 一入到这间万邦善馆 张儿就选了个最美雅座的位置坐下 然后连续点了七八样 苏秦连名都没听过的靓送 又开了一壇百年老陈酒 就和苏秦两个一起喝起酒上来 两个人一边喝酒一边聊天 虽然苏秦是怒吐 但是张儿就刻意迁走 所以大家都聊得很开心 喝到五六情酒热 张儿见得差不多了 就大声咳嗽了几声 这个时候 一直等在门后的书童 就立刻走进来 在张儿耳朵边小小声说了几句说话 张儿于是起身 向苏秦泡泡拳说 哦 外边有人 找我有件事商量一下 卿尚大人 你在那儿等一会儿 在下 去去就来 等一会儿回来 再跟你喝过 哦 张公子 一管 去吧 搜尋 等 等你 张儿还炸底 好像有几成酒意那样 在书童的参符之下 这样才行下楼 这个时候 外边已经黑齐了 那店小意见到张儿要走出去 立刻追上几步拦着他说 哦 这位少爷 你去哪儿啊 少爷出去方便一下而已嘛 一会儿就回来 好好好 不过这样嘛 我们饭馆之内就有方便之处 小人现在就带你去啊 你呀真是多事了 本少爷想去哪儿方便 就去哪儿方便了 用你来吗 旁边的书童就立刻说 哎呀 我们少爷喝大了啊 现在上面呢 还有个朋友 还说要喝酒哦 他想外面休息一下 吹凉风 等你酒醒回了 然后再回来嘛 你不要再乱说了 惊怒了我们少爷 他挂不定啊 会打人的 他说店小意想一下 哦 反正他两个人进来 现在上面还有一个 你猜他们吃到霸王餐 是走得素吗 于是呢 立刻就陪上笑话 啊 那又是 少爷你要方便 即管去啦 即管去啦 两个人一出来 见到后面的剑小意 没有跟着了 即时傻傻声 就赶回到张儿住的 那间客棧 一进到自己间房 张儿坐在床上 想到现在 苏秦那个尴尬样 忍不住 吓吓声大笑 上来 笑了一会儿 他想一下呢 也都不要玩得这么过分 就叫他书童 去万邦善馆那里 打探风声 书童出去了之后 过了半个时辰 回来就说了 嘻嘻 少爷 你真好玩啊 现在有两条大汉 守在那个瓦座门口 要逼个漏口佬 埋单啊 哈哈哈哈 我看这云的 苏卿上 这次怎么脱身 张儿越想越好笑 对啦 那么那个漏口佬呢 他干嘛呀 嘻嘻 一句还在等你啦 听人说 他还吵着了 说要跟少爷 再开多壇酒喔 好 你再去打探 又过了一阵 书童就回来说了 哎呀 少爷 不行啦 那个酒店的掌柜 又发火啦 刚才呢 已经将个漏口佬 吊在屋梁上面 说要明早上 押他送官啦 嗯 张儿微微一笑 那啦 那个算命佬 还说他季智兴赏 说他这个月 会遇到什么人生大喜事 我真是想看看 这个漏口佬 究竟起从何来 跪在哪里 少爷 嗯 你还要小人做什么呢 打盘洗脚水来 我上床睡觉啦 到了第二天 第二天天光 在万邦善馆里面 那个掌柜呢 先带着两条标型大汉 和店小椅 进回大厅 将苏秦解了下来 啪嗨 扔在地下里 店小椅走过去 呸 在苏秦身上 扔了口水 你这个漏口佬啊 豈有此理啦 一个仙都没有 就够胆来我们万邦善馆 吃霸王餐 还专门选择了些山珍海味食 我看你不知身狠 简直是寿星公 吊颈 严命长的啦 这阵子 苏秦已经走醒 被人敢闹发 当同满面红了 哒低头一句声都不出 喂 不出声就行了 快点给我找你钱出来啊 如果不是 没钱找数 掌柜现在要送你见官的啦 哼 白食白裸啊 混回你三年 误彩就不再讲 可能还要受瓶子之影 到时候面上被人刺一刺 我看你就怎么见人 苏秦一听就急了 我 我没有食八八 包 黄 餐 哎呀 还嘴硬 掌柜啊 哼 还这么硬颈啊 怎么啊 那个掌柜冷冷的嘛 掌柜嘴 一条标形大汗走到来苏秦面前 正要掌嘴 忽然间 门外传来一把声说 米智 众人吃着惊 拧着一看 原来张儿和书童 站在门口 苏秦一看见张儿 激动了 张 公子 你 你 你 来了 做了, 嗯, 張兒走到掌櫃面前, 你們為何將這位少爺搞成這樣? 啊, 這位少爺, 在下, 哎呀, 喂喂喂, 你們做什麼呀? 還快和那位少爺鬆綁? 那兩條標形大漢馬上解開蘇蠢手上的繩子, 嗯, 一頓飯而已, 你居然這樣來對待人? 一共欠你多少錢呀? 那掌櫃就馬上責問他小二了, 你聾了嗎? 少爺問你呀, 多少錢呀? 呃, 回這位少爺, 昨日那頓, 一共八餅金, 二十八個銅錢, 張兒叫他書童給個錢, 然後就說, 哼, 你們真是狗眼看人低, 你得罪了本少爺沒什麼關係, 得罪了這位蘇大人, 喂, 現在怎麼都要有些說法吧? 呃, 那掌櫃眼瞎一瞎, 喂, 你們誰把蘇少爺吊上去的? 那小二就看著彪形大漢, 那彪形大漢就看著那小二, 掌櫃眼瞎一瞎, 眼瞎一瞎, 唉, 都要抓個替死鬼出來再說了, 指著他點小二就說, 啊, 原來是你, 來人, 給我調他上去, 為蘇大人, 蘇少爺出氣, 那兩個標形大漢知道, 哦, 不綁他肯定輪到綁自己的了, 立刻就將那個嚇到臉如肚色的店小二, 扎起來上來, 三兩下手勢, 又輪到將店小二釣上屋樑上邊, 哈哈哈哈, 這位少爺, 這樣呢, 可以看蘇大人出氣了嘛, 哼, 你們釣了蘇少爺多久, 釣了他多久, 說完之後, 張兒這樣才轉頭對蘇秦說, 蘇大人, 我們走啦, 走到出去啦, 張兒這樣才對蘇秦說, 哎呀, 蘇兄相, 昨日在下有些急事, 本來呢, 出出去就回來的啦, 怎知可能喝多幾杯, 一出到門口, 被風一吹, 當堂就追到整灘爛泥那樣, 一路到今早, 走一醒, 我才急急地趕來, 哎呀, 怎知原來連累了你咯, 蘇秦拱手還你, 但是, 老實說, 蘇秦雖然呢, 就漏漏地口, 但是他的心都很聰明的, 還怎會不明白這一切呀, 不過表面上就說, 谷公子, 你, 不要責備自己, 你等蘇秦領略, 什麼是人間富貴, 這樣何苦之有呢, 多謝, 張, 張, 張公子這一餐, 蘇秦, 告辭啦, 講完之後, 蘇秦另轉身, 又慢慢向前走去, 張兒看著他的背影, 忽然間眼睛一瞎, 嗯, 不行呀, 如果他就這樣在眼前消失, 到時候過了一個月, 我怎知, 那算命佬的零不零掩, 他是遇到什麼人生喜事呀, 咦咦咦咦咦, 卿尚大人, 扯留吧, 張公子, 有什麼不不吩咐? 啊, 我想問一下, 蘇卿尚, 你現在住在哪兒呢? 城東, 牽你, 村, 哦, 那你要回家呀? 不, 不是, 那你不回家, 要去哪兒呢? 蘇秦想一想, 自己真是無家可歸, 吓了一口氣, 搖搖頭, 張兒明白了, 啊, 這樣呀, 在下住的地方, 還算闊爪, 如果蘇卿尚不嫌棄, 不如搬過來, 和我一起住吧, 蘇秦想一想, 其實這樣也好, 和他一起住, 自己呢, 起碼, 還可以一起回去, 泰學那裡, 學一下琴, 那蘇秦, 多謝公子, 美, 美意, 戰國中華, 精彩繼續, 張爺為了驗證下, 到底那個白眉算命老人, 究竟算得準不準, 這個蘇秦, 究竟會不會遇到他, 人生一大喜事, 於是呢, 就請蘇秦回去, 和自己一起住, 那這頭, 我們回頭再講一下, 當日, 在人從之中, 看著個算命老人, 為蘇秦章而算命的, 義公主基宇, 她回到皇后身邊, 即時將自己, 在街邊已經遇到這個白眉老人的消息, 就告訴給皇后聽, 皇后聽完之後, 點一點頭說, 聽你這樣說, 這個人呢, 就是你母后要找的人了, 母后啊, 這個白眉老人是誰啊, 你為什麼要找他呢? 他是位德道的高人, 住在雲夢山, 自號鬼谷子啊, 蛤? 他就是鬼谷子啊? 嗯? 你也知道他嗎? 嗯? 我經常聽, 我們的琴師提起他, 他說這個鬼谷子, 那是當今琴醒, 琴師還說, 就算是如伯牙再細, 恐怕琴技, 都要撐他半頭啊。 其實, 鬼谷先生怎麼只是琴聖那麼簡單啊? 那他是什麼人啊? 難道他是神仙? 在我眼裡, 他就是神仙。 嗯? 那我看他呢, 真是有點先鋒道骨似的。 母后啊, 那你怎麼知道他來了洛陽呢? 是不是他託夢給你的? 不是, 是我求他來的。 你認識他嗎? 嗯? 哎呀, 那你快點跟我說一下, 你怎麼認識這位神仙的? 這就是很多年前的事咯。 皇后說到這句, 就好像陷入了回憶一樣。 當年, 母后還很小時候, 我小時候呢, 全身的皮膚啊, 又粗又黑, 頭髮又乾又黃。 是我們蔡國皇公裡面 出名的醜丫頭。 但是, 你外公晚年才得我這女兒, 對我非常痛惜。 到了我十二歲那年, 我突然間得了一場怪病, 整身發熱, 一路都不退消。 跟著那些頭髮啊, 就不斷地脫落, 神智不清。 連續暈了成四十八人。 你外公都不知道多麼心急。 找了很多名醫, 怎麼都醫不了。 好, 到了第四十九日的時候, 宮外, 就有位白眉老人求見, 說可以醫到我這個病。 你外公聽的消息很高興, 即時就請他進來了。 但是老人又提出要求說, 你母后呢, 天生肚骨, 病好之後, 要跟他進去入山收賭。 當時, 你外公呢, 即是心急要醫好我, 就馬上答應了。 只見過老人家, 在母后身上摘了幾針, 然後留下十包藥草, 就拜別而去。 臨行的時候, 老人家, 就對我爹說, 自己的鬼谷子, 百日之後, 就前來迎接母后入山。 母后就按時服藥, 又過了四十九日。 我不單止康復, 而且呢, 還生出一頭黑髮, 全身的皮膚, 好像退了一股皮一樣, 生出一身非常光滑、 細亂的皮膚。 那些人說, 這些叫做脫胎換骨喔, 這樣才不再說啊。 尤其, 是換過皮膚之後, 母后就片體生香, 哎呀, 真是奇怪。 哦, 原來母后你小時候, 還遇到這樣的歧視, 那後來呢, 你為什麼, 沒有跟她入山收道啊? 唉, 那真是怪你外公了。 母后病好之後, 鬼谷先生就依約而來, 怎知道你外公呢, 就後悔了, 再三推躺, 說叫鬼谷先生再等三年。 三年之後, 鬼谷先生就依約而來, 怎知道你外公呢, 還不顧母后再三的懇求, 強行將我嫁給周室。 母后出嫁那天, 鬼谷先生就站在宮外, 眼睜睜地看著我, 含淚走入了迎親的皇家。 鬼谷先生連嘆了幾口氣, 就揚腸而去。 再過了三年, 坐人輕兵滅賽, 你外公, 就在戰亂中死了。 那, 那之後呢? 從此我就再未見過鬼谷先生, 後來, 母后生了你兩姐妹, 收道的心也漸漸消失了。 唉, 母后真是不捨得你們啊。 三年前, 母后突然夢見鬼谷先生, 先生說, 他依然掛著我, 照我願意, 他願意隨時來接我去。 母后醒了, 想起這一生, 失去了這個機會, 唉, 我心裡, 都還是很傷感啊。 母后啊, 那, 那你還想不想收道啊? 唉, 收道, 要拋卻繁俗之念。 母后雖然有這個心, 但是一來, 割捨不到你們父王, 二來, 不捨得你們兩姐妹。 現在秦國魏國, 爭著要拼取雪兒, 你父王左右為難, 你母后也毫無良策, 那才求助於鬼谷先生。 誰知, 原來他真是掛著母后, 居然母后一請他就來了。 母后啊, 那鬼谷先生, 是否真的可以幫我們 渡過這個難關呢? 天底下, 還沒有他這個神仙做不成的事, 照他在城裡邊, 那母后就放心了。 魚兒, 你走啦, 母后累了, 我想休息一會兒, 這件事, 你記住不要告訴其他人聽啊。 第二, 周遣王帶著姬雨姬雪來探王后, 正當一家四口, 在享盡天倫之樂的時候, 忽然間, 東周公帶著陳振, 和魏惠王派來的幾個御衣, 直闖入皇宮之中。 那些內侍臣難得不住, 只要入來稟告啊, 啟稟閉下, 東周公帶著魏國侍臣陳振, 才是貪良良的病情啊。 周遣王心頭一震, 看著皇后, 皇后想一想, 馬上在枕頭底, 摸出那顆青色的藥丸, 即時吞了下去, 然後向周遣王點了點頭。 周遣王就說, 這就算魏仕近見了。 過了陣, 在珠廉外邊, 西周公和顏太師, 就帶著陳振, 以及三名御衣走入來了。 陳振大聲說, 我們大魏陛下, 聽聞良良重病, 特地派御衣前來診病, 希望大周陛下允許。 那這句話真是喊得很無禮。 你魏惠侯, 原來就是他周天子分封的諸侯, 在名義上屬於周朝屬國。 那現在魏國擅自稱王, 其實呢, 就已經不承認了自己是周朝屬國這個地位, 公然要和大周天子分庭抗禮。 嚴格來說, 已經算是犯常作亂, 是作反的。 只不過, 魏國要作反, 這個軟弱的大周天子都沒有他辦法。 那但是人始終要翻幾分面的嘛。 你在魏國果樹稱王, 自稱什麼大魏陛下, 那周遣王可以詐聽不到啊。 哦, 但是, 你現在直入了天子王宮裡面, 還居然用這個作反的稱呼? 那真是連半分面都不給這個周天子的了嘛。 這一刻, 不單止周遣王很想發作, 連那個東周公, 都覺得這個陳真是太過分了。 基宇見到自己父親, 生氣得全身震了, 忍不住, 也手執見兵, 準備隨時拔劍出來, 要跟這個這麼囂張的魏士拼命的了。 一陣可怕的沉寂之後, 跪在陳真旁邊的顏太師, 忍不住也都說, 魏士閣下, 你說大周公廷, 你不要亂說話。 陳真停一停, 也好像覺得自己有點過分, 這樣才說, 陳真之罪, 講完之後, 陳真都不等人家答應, 向朱簾裏面, 瞄瞄嘴, 跪在地下那兩個, 魏國來的女御醫, 馬上起床, 就走進去。 這個時候, 皇后依然睡在床上, 神態長和, 兩眼似爭似閉。 那兩個女醫生, 先是把脈, 跟著呢, 又看看皇后的利胎, 過了陣, 面上露出了很驚異的神色, 又慢慢退出來。 陳真見了那兩個人出來, 馬上就口口頭說, 魏司陳真告退。 一出了皇宮, 陳真就馬上問那兩個女醫師, 喂, 娘娘究竟有什麼病啊? 那兩個女醫師呢, 皺著眉頭說, 娘娘這個病好怪的, 似乎是患了寒疾, 又似乎是中了熱毒啊。 哎呀, 我們一時之間, 都很難診斷啊。 嘻, 什麼有寒疾有熱毒啊? 我只想問你, 娘娘究竟有沒有病? 那當然有啦。 嗯, 知道了, 你們先退出去吧。 魏司的翻蠻無禮, 顯然真是激怒周遜王。 等著他一走, 周遜王滿面怒火啊。 他走出來, 對著那些公中衛士說, 從今之後, 無論是誰, 如果想再進來後宮, 一定要按照大洲禮而近見, 為者按大洲律令治罪, 是神遜子。 你頭這句話剛剛講完, 那邊呢, 又有內侍神稟告。 啟稟閉下, 秦國侍神書里疾, 帶著醫師前來近見, 要求要為娘娘診病啊。 哼, 你給我告訴秦師聽, 說娘娘肉體欠肝, 寡人不見客。 秦師帶來了醫生, 說專門要為娘娘醫病, 還說一定要進來啊。 而且, 他們已經知道, 剛才魏國侍神剛剛來過了。 周遜王想一想, 唉, 都無謂得罪人家啊。 好吧, 那你告訴秦師聽, 既然是秦公請來的神醫, 那就要他按大洲禮儀, 帶神醫去後宮為娘娘診病。 書里疾比陳振謹慎得多, 他入到後宮之後, 不單止醫足大洲禮儀, 向皇后呢, 首先是致以問候, 然後又講了一大番, 秦孝公和公孫央, 聽到皇后有病之後, 怎樣照顧擔心的情形。 又特地在秦國, 搜羅了很多醫病保身的單養, 進獻給娘娘服用, 希望皇后早日好回來。 然後這樣才講出, 公孫央知道娘娘病了, 所以特地千辛萬苦, 在中南山裡, 找一位修道明家, 韓傳子座下的一位女弟子, 林仙姑, 前來為娘娘診病, 希望能夠使娘娘早日康復等等。 周顯王聽遠, 轉個心這樣才舒服一點, 起碼秦國不論真心還是假意, 都算是給足面自己。 那個林仙姑, 也不跟魏惠王派來的所謂御醫, 她根本不用把脈, 只是站在廉外, 混工一望, 看了娘娘幾眼, 馬上走出去。 書女侄就問, 咦, 那究竟娘娘有沒有病呢? 林仙姑就說, 娘娘根本沒有病, 只不過, 有人給她寒泉丹, 給她炸病而已。 書女侄一聽就明白, 即時吩咐手下, 將娘娘原來炸病這個消息傳出去, 因為她知道, 一得這個消息, 不用說, 魏惠國的陳振就肯定會輕舉妄動, 她越是去周顯王那些草, 周顯王呢, 對魏惠國越是反感, 這樣, 將基雪嫁給秦國的機會, 就自然大得多。 果然, 魏惠國富士得了密報, 就馬上來稟告陳振, 陳振一聽就說, 原來周皇后是渣餅, 哼哼, 這魂呢, 自己是一定要快點立功才行, 如果不是, 被那個這樣的秦國書女侄, 搶先逼分成功, 那自己豈不是捉男打水? 咦, 於是他即時怒氣沖沖地, 又來到皇宮, 要求見周顯王。 周顯王聽到不敢咒實眉頭, 他剛剛才去完後宮, 這次又來做什麼呀? 那內侍神就說, 陛下, 我看那個陳振呢, 氣息好像很不對勁一樣, 難道他要來鬧事? 哼, 小小事臣都這麼囂張, 酸他正殿近見呀。 在皇宮正殿, 陳振的臉色黑沉, 走進來一跪跪地就說, 大魏師臣陳振, 叩見大洲陛下, 魏師平身呀, 回稟陛下, 陳振不可以平身。 啊? 為什麼不能夠平身呀? 陳振乃是奉大魏陛下之命, 前來貴國平身, 來到洛陽已經一個月了, 貴國他是遲遲不肯回覆, 陳振自覺又欲使命, 所以來叩請陛下, 無論你答應還是不答應, 陳振只是請你一句明確答覆, 我跟著回朝覆命。 這些說話簡直就是威脅, 周遣王面色一尋, 妄妄如使, 如使就說, 按大周禮兒, 臂下龍體, 娘娘欲體, 如果有什麼不適, 皇室太不論婚嫁, 現在娘娘大病未遇, 皇室上下憂心如焚, 又如何商量公主婚事呢? 如果魏師誠心求聘, 就請你耐心等等啦, 等娘娘肉體康復, 再行聘親都未遲呀。 陳振一聲冷笑, 只但我聽說, 娘娘的身體根本沒事, 陛下如果不想跟我們大魏結親, 你講清楚就行了, 要不要在這裡推推躺躺啊。 明明皇后病成這樣, 但這個魏國師臣居然這樣說話, 唉, 極度的周禮王啊, 面容扭曲全身打震, 連個御士在旁邊都聽不下去了。 魏師國下, 請進行天朝禮儀呀。 好, 我陳真是進行你這個天朝禮儀, 陳真是再扣了個頭, 大魏師臣陳真, 最後一次扣請大洲陛下, 我們大魏陛下, 是誠心跟你結親, 尋求天下和解的。 大洲陛下如果不肯, 那我只要回朝覆命了。 哼哼, 但是大洲陛下要知道, 我們大魏陛下, 一向是很重面子的, 萬一。 講到這裏, 陳真是故意將說話一停, 唉, 他一口一句大魏陛下, 簡直是當這個周天子武刀, 不單止周禮王, 連他律師都怒到臉色鐵青, 正想罵他, 周禮王的禮已經是忍無可忍了, 他啪一聲, 一手就啪到桌上。 魏侯, 既然一定要有個確訊, 那就請魏氏明日, 在大慈會的時候, 有上殿停算, 送客。 說話未講完, 周禮王已經是忽袖而去。 戰國中華, 精彩繼續。 周禮王對於陳真的苦苦相逼, 激得忍無可忍, 於是他就語氣威嚴地說, 魏侯如果一定要有一個回覆, 今天明日, 在大朝上上殿停算, 送客。 到了第二天, 周失大慈會, 大夫以上的忠臣, 都在正殿聚集, 秦、魏、燕三國的拼親士臣, 書女侄, 陳振, 和純于昆, 也站在殿前等候。 周禮王一出來, 看看忠臣, 就馬上說, 各位愛卿, 寡人很久沒有上到朝了, 今日召集各位來這書, 只為宣讀一道主義, 如是孫子。 如是馬上拿出召書, 浪聲宣讀。 以大洲制度, 長公主姬雪, 在去年已經成年, 可結婚約, 現在有燕公、秦公、魏侯, 分別獻師臣拼親。 大洲秉承天意, 主婚長公主姬雪, 架雨燕公, 特此告示天下。 周禮王的這個決定, 真是出乎陳振, 書女侄的意料之外, 兩個人都聽到面面相趣, 想不到, 他們秦藝兩家鬥發鬥了那麼久, 反而被人如庸得利, 便宜了個燕公。 這一著, 真是陳振和書女侄 顧都想不到的事。 兩個人灰溜溜溜走出來的時候, 陳振和書女侄都幾乎 不約兒童地發出一聲長笑。 書女侄向著陳振走著說, 嘻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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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大夫身上 书里就微微一笑 上轻各下 有没有龙巧成绝 现在讲着 为时尚早 我们不如 何西再见 好 何西见 回到安入城 陈镇就将周失皇后 怎样炸柄 后面周显皇又怎样 将长公主嫁给燕文公的事 向魏惠王仔细讲了一次 最后说 都是怪微臣 唉 办事不力 最终可以辱成好事 请陛下降聚 魏惠王叹了一口气 这件事都难为 周天子了 搞到皇后 炸柄 然后又要将个公主 嫁给年纪 这么大的燕工 这件事 周显皇 都是无奈之举 外兄里这去 虽然 不可以娶到个周失公主 但是起码都打破秦工的鱼以宣盘 这件事都算是大功了嘛 微臣 魏惠王走走眉头说 是 昂而出征了几日 何西 真是年轻如函 露几天都有声将传尼 听说也都收服了不小 但是寡人 还放心不乐 陛下 为什么你会不放心 从大谷来看 河西捷部 都是小仗打成 秦军 也只是伤及皮毛 真正的大战 还未开始 寡人担心的是 昂儿会或者 给你几场小的胜利 搞得忘乎所以 不阻大事 啊 陛下考虑得真是 妥当 未神贪服 你回来就好了 我想你去一次河西 告诫一下昂儿 你以前关乎魏国 未来命运 要他无必谨慎小心 军事之上 多向龙将军请教 一定要 吻扎吻打 不要想着 一战而成 是 未神 马上动身 那各位 原来 公子昂 领军出征之后 看他真是 顺风顺水 汇合了龙架 两路大军 截托河西 而公孙央 真的好像 怕了他那样 连续打了几仗 秦军都是 截截败退 你现在 秦军那十万人马 已经放弃了 不少河西的成衣 退到回来 在道平西偏 大约有六十里宽 三十里众身的 长城防线 这个呢 还是艺军 原来的防线 而秦军的正面 就是公子昂的 六万中军 左边 由龙架 带着三万武筑 右边 是三万车兵 就是由先锋 培英统领 在公子昂眼中 河西的大片领土 现在已经收复了 四分之三 眼看着 只要在长城脚下 打赢了这一仗 那秦军就只能够 无可奈何地 退出 河西 这一日 在中军大将之内 灯火齐鸣 上将军公子昂 好得意地 站在地下的沙盘前边 看着参将 又将两面 代表了艺军的小旗 插在长城右边的 两个城池之上 看着他手下的副将龙甲 和先锋培英 特意地哈哈大笑 哈哈哈哈 培将军 今天你一战 攻落了杜平 伸成两座城 这下就彻底截断了 秦军长城右边的腿路 打得好 培英立刻就拱手说 这个上将军 运筹有方 末将又怎敢居公呢 功劳 就是功劳 不用推的 转转头 公子昂就对着龙甲说 龙将军 现在看来 我们应该和秦人 军战 龙甲就一直周湿眉头 他说 启品常将军 末将 和秦人 这么多年交手 从来都没见过 他们败得这么快 而且这么差 末将认为 龙孙羊 很可能是诈败 我们一定要小心提防 公子昂日大笑了几声 另转头望实培英说 培将军 龙将军说秦人是诈败 你以下怎样 启品常将军 我看秦人 绝对不是诈败 以末将之见 秦人 并不是好像有些人说 是有这么厉害 之前秦人玩弄诡计 攻杂何西 但是以他们几万兵力 连我们少良成的五千 老弱残兵都内拒不可 更加不用说 阴俊和林俊关 等我们大军回来 秦军就好像经商乐业 拔堪一空 这几日都是屡战屡败 伤亡惨重 末将起初都有些疑心 但是仔细观察 秦人绝对不是诈败 而是绘不成军 我亲眼见到 他们的士兵 连他们将军的将棋都拆在脚下 公子昂将军都拆在脚下 公子昂也点了点头 陪将军说得就入情入理了 秦兵如果是诈败 又怎么会连梁草伤兵都拆下了呢 龙甲就说了 上将军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才更要提防 诶 龙佬将军 你不是被秦人打得怕了吗 龙甲就怎么都猜不到 公子昂居然会说出这样的说话 激到他全身震晒 上将军 你公子昂你都不理他 宁转身对参将说 全令三军 大家向杜平合围 明天准备一日 后日同秦军决战 没将得令 还有 用我的口气 射一封战书 没将准命 军前御史早有准备 好快就将战书写好 递给公子昂了 公子昂读完之后 点一点头 嗯 写得不错 秦人这八条罪状 迢迢处室 特意注资 在最尾那里加多几句 就说秦公虽然无能 但是他生个女儿 都还算不错 本将出征 也都放不下他 将他带在军中 日夜享用 还有这个公孙殃 本将念在他这个媒人 都算有功劳 如果续到他的 那便将灵池之刑 改为腰斩了 哈哈哈哈 那个御史听到 不如在犹豫之下 上将军 战书之上 写几句这样的东西 会不会有点不妥呢 不妥 有什么不妥啊 你就照我说话写上去 连个星长少 都不要漏了他 是末章遵命 龙甲回到自己的形象里面 越想越过得激气 啪 一拳 打在桌面上 这个皇后小儿 日照得志 语无论次 真是极死老夫啊 一直在沙盘地图上面 看着战场形势的 龙孙衔 听到龙甲这样的说话 忍不住小小的叫了一句 龙将军 有什么事 这么激气 嘿 不要说他了 龙孙衔说 你过来看看 我觉得呢 这几日 秦军的反应 非常不妥 你看看 秦军和我们接战以来 就接连放弃了大片属于平原的土地 但是 在杜平以西这一带 都是山地 树木茂密 坎坷不平 我们大艺的武卒 比秦军厉害的地方 就是我们的战车 被他们快 在平原之上 我们大艺武卒 个个身着重甲 手执长兵器 对于秦军来说 也都算是很大的威胁 但是如果搬到来 树林幽灵一带来作战 一来 我们的战车 就没办法驱持 二来 我们穿着重甲 手执长兵器的大艺武卒 也都很难施展 第三 我们被重军 训练精熟 正于排兵 布阵的优势 也都在这个树林 幽灵之地 无从施展 正是这样 我们大艺的优势 就被消利于无形了 反而你看看秦军 他们沿着长城 一线摆开 有成六十里 宽阔的战线 再加上有三十里的众身 这样 腿可以举手长城 尽可以和俄军决战 现在天口这么热 不用说 大家很容易都感到口渴 尤其我们的大艺武卒 还要穿着金重铁甲 来打仗 但是 山地的水源 多数都被秦军占领 在这样的环境之下 两军对战 不用三日 一定是不战而乱的 到时候 秦军如果趁机进攻 龙甲听到 公孙显这番分析 哎呀 真是道级有良气 那以贤弟之见 有没有破解的办法呢 照我看 这一场仗 我们绝对不能够速战速决 只能慢慢地拖 一来 我军是急速地由 为国境内赶回来的 长途奔杂 已经疲累不堪 所以以在下认为 最好的计划 就是向后撤退五十里 是开阔的地带 或者巨城防守 或者撤刑扎寨 和巡人对此 同时 再用五万精兵 由阴进一带 沿着落水河 透透地迂回插入 将落水沿岸的刑寨 以及大力冠的渡口 全部抢回来 然后沿着落水设防 这样一来 可以断住秦军的粮草 第二 甚至可以断他的退路 而且 又可以阻止秦军的后援 这阵事刚刚好 夏天 落水河暴漿 河水一漿 真是可以胜过十万红兵 秦军见到渡河艰难 这就难以增援 而他们的主力 又被困在长城一带 到时候 巡人内无良草 外无救兵 欲尽不得 欲退无路 这就简直好像 大水牛入了水井 不花几个月 就会不战自乱 到时候 敌军就只能够逼于无奈 在平原之上 和我军决战 好 好计 好计 公孙贤帝 快点和我去见上将军 公孙贤想一想 算了 总是将军你去 公孙贤 无职无脚 不可以入他的中军营帐 龙甲踢一踢脚 虽然好替公孙贤不抵 但是想着 军情紧急 绝对不可以言误 于是 就自己策马直奔 中军大将 将公孙贤的说话 一五一十地说给公子昂听 公子昂听完之后 想一阵 龙将军 你这番说话 他点一点点头 是呀 末将翻到自己军营里面 听徽下的参将 公孙贤 这样仔细分析 末将军认为很有道理 所以立刻赶来求见将军 希望上将军 可以当机立断 全迁秦军 唉 这下龙甲 真的不熟悉公子昂的脾气 本来 刚才他那番敌情分析的 入情入理 公子昂都好听得入耳 谁知一听到 原来这番话 是公孙贤的主意 公子昂只觉得心头一震 他又想起陈震的说话 说当日 司徒诸威 举荐公孙贤和龙甲 来做这次大艺东征的主将 如果不是后来 陈震施展手段 据理力争 这个主席位 现在怎么轮得到公子昂来坐 一想到这里 公子昂就当同脾气发作 他一声冷笑 行军打仗 一个上府家奴 懂得什么 这样打法 恐怕打三年 都赶不扯这巡人 龙甲一听就急立 上将军 我们现在带着的十几万个大军 这个非同仪欺 公子昂听得更加火滚 本将自有饱毒兵书 这几年来 我功破卫国 击退齐兵 打退召国韩国 力战无数 难道 我居然要一个家奴 来教本将 怎样用兵 龙甲听得不如一声苦笑 上将军 如果说打仗多的 老夫镇守河西的时候 你还没出事啊 这句话就更加激怒公子昂了 公子昂啪的声音 一拳打在桌上 龙甲 你终于说出你心底说话了吧 我父皇没给你做这个主将 你的心不服气 是不是 在本将面前败之格 好 那我就和你算一下仗 我自从入了河西 和巡人大小打了三十几场仗 仗仗打胜 无一失败 你反而看下巡人 已经是落花流水 吊窥射夹 根本是不堪一击 而你呢 在河西报防这么久 三番五次 夸大巡人的战力 你到底按什么心啊 是不是想借机 用河西防守 向父皇要钱要量 来中爆你尸郎啊 你 你 战国中环 接下来更加精彩